美女,坐吗? 坐我不坐 这个去高铁上多少钱? 去高铁上20块钱 20块,好的,走吧 坐我的,我便宜点 不坐你的 坐稳了 你技术行吗? 可以的,我坐你拉茉莉的 好,走吧 这脑子有病啊 我便宜的不坐 难道他讲的帅一点? 哎呀,怎么了,帅哥 哎呀,美女 真的不好意思 这个车啊 可能没什么电啦 不过没关系 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让他电再重新回路一下 等一下我就 也是超小路了,很近了啊 然后我能不能赶上车啊? 赶上了,你放心赶上了啊 能赶上吗? 休息一会儿啊 我赶着回娘家呀 知道 我会整时整点 送你到高铁家 啊 相信你 但你这个人也挺老实的啊 哎,说么的的 天天就这样,跑来跑去 风里来,雨里去 对,坐坐坐坐 休息一会儿吧 啊 美女,你怎么 那么急着回娘家干嘛 哎,我跟 我那个死鬼离婚了 跟你前夫 离婚了 哎,你怎么赖着那么少的行李啊 哎,那些我都快递回家了 竞争出妇了吗 对啊 那小孩呢 小孩,还没有小孩呢 没小孩啊 对啊,刚刚结婚半年,家伴 哎呦,遇到渣男啊 是啊 哎呦,真的是不幸哦 太吓人了 真的 渣暴啊 天天打你 对啊 他睡觉 睡觉又烂躲 别说这个了 不要说这种人了 哎呀,说到我就恶心 伤心了,难过 对啊 不过你回娘家有什么打算 有人有什么打算 有人有什么打算 对啊 重新找咯 能有什么打算 是不是 你看 不过我觉得你那个男人真的傻了眼了 你看你长得那么漂亮 竟然遇到渣男 哎,太可惜了 你,你我觉得你也挺实在的哦 你这种老实人应该也结婚了吧 哪里结婚 嗯 啊 没有 这么好的男人还没结婚呢 好在哪里 你看你 你看 人又穷 家也穷 都没人喜欢 人穷,治不穷啊 美女是这样的 嗯 其实呢,以前我在 呃,深圳上面打工的 哦 后面父母不是老了吗 嗯 父母他们走路也不方便 嗯 后面我就施工回来了 嗯 为了照顾父母 哦 所以说在家里面 就更那么一毛三分地 在家里面管管果树 啊,有空的时候 出来拉拉摸地 是这样的 那也挺好的呀 哈哈 你说好 嗯 我觉得很悲哀啊 很多媒婆帮我介绍了美女啊 个个都嫌弃我家里面 从还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 又帮不了忙 所以说直到今时今夜 人女朋友的手都没拉过 女人的手没拉过 你没结过婚 你对那种结了婚又离过婚的女人 会不会有想法的呀 有什么想法 就是看不上这种人啊 会不会啊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哎 你都不知道啊 现在这个年代啊 男多女少啊 哎呦 那呃,像我这种类型 呃,你喜欢吗 反正我回家也要相亲的 像你这种类型 是我梦寐以求的 是吗 是啊 真的 我怕没有这个缘分 你是开玩笑的 你看 啊 那么多摩迪老在那里 我都没有说 呃,坐他们的车 就就选 偏偏就选中了你是吗 那证明这是我们的缘分嘛 是吧 美女 你不是开玩笑的吧 开什么玩笑啊 你看我像开玩笑的人吗 我刚才我说吧 我家里面很穷的吧 哎呀,穷不穷没关系 所以如果父母身体不好 在家里面 我还要养他们两个老人 我会帮你照顾的呀 我会洗衣做饭 我还会做家务 我还会种地呀 哎呦 是啊 小不得美女 你心地那么善良啊 对啊 人又美 心灵又美 再说了 我爸 也 也是有点钱的 我娘家 这样 是啊 哦 那个死鬼就是整天堵 整天堵 哦就是 看上你的钱多 看上我的钱 然后我 我父母说这种男人不要也罢了 找个老实一点 实在一点 哦,原来是怎样 趁现在还年轻 还没有玩 啊 你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们可以谈谈呀 我怎么会介意的 我巴不多 可能遇到你 是手上 手上冒上青烟了 是吗 真的 你不要骗我开心哦 我怎么会骗你呢 你看我这个样子 能有个女人喜欢我 已经觉得不错了 你挺优秀的 真的 长得又帅 人家头又有一点点光 就我喜欢的类型 可能是缘分吧 反正没不帮我介绍那么多个 个个也嫌弃我 人要光头 要长得矮 家里要有两个老人要负担 要出去 不了工作 赚不了什么钱 家里面没有房 没有车 没有存款 哎呀 来一个就趴 吹了一个 没事 我不会介意的 只要你不嫌弃我二婚 我我也 我绝对不会嫌弃你 我遇到能遇到你 是我上天修来的福分 我会当宝一样对待你 像佛一样供给你在家里面 那你 啥都不用你干 在家里面 会不会去赌钱啊 会不会去抽烟喝酒这些啊 我 抽烟喝酒都不会 也不会去赌 不赌物条哦 是啊 在家里面就是 钢钢田啦 种种地啦 有空拉拉摩地啦 你看我都忙得要死 为了照顾家里面的松楼 哦 行吧 那我不去高铁站了哦 我去你家 那好 来来来 我去带你去我家 那我一下 哎呀 这是上天修来的福分 那个摩地 找到个老婆 应该放电了吧 就算他不够 我推着你回家 哎呀 应该有一点电 我很重哦 重的没关系 来来来 你做点我推着你回去 我一百一百斤哦 就算你两百斤我能 我能推得动 以后不要戴这种绿帽子了 知道吗 男人戴这种帽子不好的 这样啊 下次换 那你做完了啊 我推你回去啊 这样子好吗 好好好 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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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